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无法捏合Gear2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配备自动变速器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大众、奥迪、日产、马自达、福特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当我们驾驶车辆时,大量的模块和计算机会监视和调整大量的组件和系统,以使车辆的运行无缝高效。 在这些组件和系统中,您拥有自动变速器AT。 仅在AT内部,就有无数的运动部件、系统、组件等,可根据驾驶员的需求将变速箱保持在正确的档位。 整件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TCM,变速箱控制模块,它的主要功能是监视、调整和关联不同的值、速度、驾驶员输入等,并为您有效地转移车辆。 鉴于这里的可能性之多,您将要开始,并且很可能会坚持这里的基础知识。 最有可能的是,如果您正在搜索此代码,您的车辆将无法快速行驶,如果有的话。 如果您卡在齿轮中或无法捏合齿轮,则最好在故障修复之前避免驾驶汽车或试图驾驶汽车。 当ECM,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到自动变速箱无法接合齿轮两时,CELL,检查发动机灯,将亮起并记录代码P074A。 自动变速箱齿轮指示器,此DTC的严重性如何? 我会说中等偏高。 这些类型的代码需要立即处理。 当然,车辆甚至可能在街上行驶,但是您需要先进行修理,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损坏。 忽略这个时间太长或忽略这些症状,您实际上可能要花费数千美元。 自动变速器的设计极为复杂,需要适当维护以保持平稳运行。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74A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车辆速度异常低功率变速器无法进入档位发动机造声异常降低了油门响应有限的车速ATF。 自动变速箱由泄漏车辆下方的红色液体是常见的一些原因代码。 造成此P074A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变速箱液压系统堵塞ATF也为DATF脏ATF换档电磁阀问题不正确TCM问题接线问题,例如,擦伤,融化,短路,开路等连接器问题,例如,熔断,拉环破损,针头腐蚀,等等。 P074A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基本步骤已验证您的ATF自动变速箱由的完整性。使用量油尺,如果配备,在车辆行驶和停车时检查AT的高度。此过程在制造商之间差异很大。 就是说,通常可以在仪表板上的维修手册中轻松找到此信息,有时甚至可以在量油尺本身上打印。确保流体清洁且无碎屑。 如果您不记得曾经进行过传输服务,那么最好检查一下我们的记录并相应地为您的传输服务。 您可能会对惊讶的ATF如何影响传输功能感到惊讶。 提示,始终检查平面上的ATF电瓶已获取准确的读数。 确保使用制造商推荐的液体。 基本步骤二是否有泄漏。 如果您的体液刚好不足,那可能是某个地方。 检查您的车道上是否有油渍或水坑的迹象。 谁知道,这可能是您的问题。 无论哪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 基本步骤三检查您的TCM变速箱控制模块是否有损坏。 如果它位于变速箱本身或可能受其影响的任何其他位置,请检查是否有渗水迹象。 无疑,这可能会引起类似这样的问题。 外壳或连接器上的任何腐蚀迹象也是问题的好兆头。 基本步骤四如果到目前为止,所有内容都未完成,则取决于OBD-2扫描仪的功能。 您可以监视齿轮位置并验证功能。 话虽如此,仅凭驾驶性能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您的变速箱是否在变速。 您是否将其铺地板并缓慢地加速加速。 它可能卡在高速档4、5、6、7中。 您可以快速加速,但车辆的速度却从未达到您想要的速度吗? 它可能卡在了低速档1、2、3中。